每次发视频都有很多姐妹评论我 问我很多问题 然后我实在是恢复不过来了 今天我就汇总了一些 你们对我好奇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会和赵哥在一起 那不是因为我的颜值吗 拍出来好爱啊 因为是一种习惯 是一种感动 不是的是心动 是一种迟来的心动 别人心动啊 你的心动就是 问题二 嘟嘟和赵哥对彼此的第一印象 和现在的第一印象 第一次见你是在拍节目的时候 上来的时候我还是让手 甩着手上来 蹦蹦跳跳的 我的感受就是 你太漂亮了吧 现在对一起的时间长了 我现在看到嘟嘟就是 也太好吃了吧 那你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我对你的第一印象就是觉得 觉得人有点漂亮 有点啥 娘 那样 娘 那样 娘 那确实呢 我那个眉毛一花 那个小粉笔一大 那小黄大一一配 就是 那对你的印象吧 我觉得是一个前世好男人 没办法有什么夸张吧 就是 好 咋好了 你要把这个好顺 展开一下 你也没展开我的好呀 你就说我能吃 我平时也能展开你的好呀 那你展开说我三个 我就展开说你三个咯 屁多吧 小臭吧 能吃吧 能说呗 你也屁多呀 我 你说那个屁就是 啊 真能说吗 你给他说呢 又有点是爱我 哦 你最好 我直接接不上了 这些你也得说 我说三个咯 我婆婆就不酿心态最好 哦 不酿爱运动 滑板呀 吹掉了 第三个问题 赵哥 请问你为什么越来越好看了 谁说我越来越好看了 怎么有 我的颜值就你有变过 但是 可能是 压力小了吧 就是 显年轻点吧 跟我没有关系吗 跟你 这是网友爱听的吗 哇 这一段瞎了别播啊 我看了一下下面几个问题 跟你就没有关系了 你就可以去了 拜拜了 真的假的 不要我 用完的话我收工了 我还洗个疤会走 因为这么一个视频 没吃素的 拜拜 把他赶走 我给你们说 悄悄话 拜拜 第四个悄悄话问题 这段恋情和之前的区别 这一段恋情 我觉得是我谈过最 怎么说呢 健康的恋爱 我心里面的想法 我也不用藏着掖着 我就可以直接和他沟通 然后工作和生活方面 都觉得 两个人在一起 都互相有在 越来越好 所以我一直很感恩 春日时时在出发的节目组 第五个问题 这俩人怎么天天都在玩 不上班吗 那赵哥是上班的 很多时候录视频都是 我们平时周末出去玩呀 然后他休假 或者是晚上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我之前是巴黎屋老师 然后兼职 莫特 巴雷课是后来 我做的那段时间 就改成线上上课了 拍视频这些 其实是需要花很多很多精力 很多很多时间的 所以我就觉得 我的时间有点分配不过来了 现在呢 就是偶尔才上一下小课 基本上不上课了 第六个问题 大家很关心我的病怎么样了 一直很感谢大家 关心我的身体 我现在呢 就是自己平时 也会比较多注意 吃的方面的忌口呀 然后还有早睡早起呀 这些对身体健康 比较好的一些习惯 差不多两个月 就会去医院复查一次 就是最近的指标 都是还可以的 那我们今天的聊天就结束了 下次你们还有什么问题 我就留心记下来 我们再来说悄悄话 拜拜